由美国英龙传媒环球东方广播电视台 联手灿星制作共同主办的 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将于3月11日开始海选 2月28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赛事相关情况 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全美海选报名全面展开 洛杉矶时间2月28日 由美国英龙传媒环球东方广播电视台 联手灿星制作 共同主办的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 美国海选主办方英龙传媒宣布 第三季中国新歌声全美海选报名 正在火热进行中 即日起至4月 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将在纽约 休斯顿 洛杉矶等全美多个城市 陆续展开海选 随后与洛杉矶举办晋级赛及决赛 冠军将获得回国参加中国新歌声节目录制 与明星导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先生表示 作为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全美海选主办方 英龙传媒已经是第六年与参星制作合作 英龙一直致力于为本地华人服务 通过举办各式文化活动 丰富在美华人的生活 此次英龙传媒举办中国新歌声 将努力发掘出更多喜欢音乐的优秀选手加入进来 秀出自己的未来 畅想自己的声音 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作为一档原创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 为优秀音乐人才提供一个最专业的舞台 英龙传媒将尽全力帮助美国海选圆满完成 第二届中国新歌声美国赛区二十强选手 最具人气奖得主李韵文 也到场演唱一首澎湃的I Will Survive 为今年的选手打起加油 将在2018年夏天推出的第三季中国新歌声节目 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之一 创下多项收视奇迹 有具有超高人气的导师周杰伦加盟 势必会成为今夏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主办方与各协办方表示将全力配合 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让更多怀揣着音乐梦想的人 走上理想的舞台展示自我 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提供给 全美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一个展现才华的一个平台 我们也祝福所有有梦想 有才华的我们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能够承载着我们美国华人的这些梦想 到中国去创造他们更好的成绩 很高兴在这边 参加他们这一次的海星活动 也很希望在这边 大家知道在Vegas也是莫不常 也是很我们年轻人 对歌声对这些的活动 都是很乐意的去参与 希望把他们的艺术精神表现出来 那这个Sink China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我们威斯科威娜只要这个地方以地主身份 来举办这个活动 我预祝他们圆满成功的 美国英文传媒作为迪瑞克斯第三季 中国新歌声美国海选独家合作伙伴 将携手参星制作 共同推进美国海选报名工作 参赛者将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中国新歌声录制机会 最终由导师组选择各战队入围人选 海选现已热烈展开 从现在开始到4月21日 任何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人 或者华裔 或是爱唱歌中文流利的朋友们 都可参加